这么大的雨 恐怕今天又是一个没有个人的日子了 但是万一有人在雨中忘了带伞 正好需要一个避雨的地方 我可真是个大善人 希望这种浪漫善意的小举动 能给我带来名为收入 不对 是名为顾客的回报吧 当然 如果客人被我的善良和热心打动 能借或者买上一两本书就再好 我的家伙 死 还有你 可恶 肺骨断了三四根 但就算解决了 只是即便是污碎之血的效果 自愈也起码需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内 若是找不到藏身之处的话 就危险了 时间 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书店 在这种天气下 这么晚还有营业的书店 而且这么多店铺 只有这家书店在营业 是巧合 还是陷阱 不管了 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必须尽快争取到足够的隐藏时间 先继续再说 欢迎光临 不枉我等了那么久 冒雨赶来的是一位美丽的客人 不管从哪个细节看 这个客人都充满了故事 这下可要好好发挥一下 我连接的传销 不是 化疗技术了 我在那里放了热毛巾 你可以先擦一擦雨水 需要暖气吗 等了那么久 还恰好准备了我需要的东西 一般的书店 可不会这么充分 绝不可能是偶然 这个书店老板 一定知道什么 谢谢 暖气就不用了 他会是哪一派的人 密仪塔 真理会 还是扑娃起司之夜的副约人 总之这家伙 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你刚刚说你在等我 是啊 命运有时候很神奇 能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碰面 而且你似乎 遇到了棘手的马 第一步 心理暗示 遇上麻烦这种说法 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暗示 但当顾客联想到自身情况 并开始抱怨的时候 就是林老师灌输心灵鸡汤 迅速拉近距离的机会 是的 我的确遇到一件 令人恼火的麻烦事 现阶段 无法判断这家伙是敌是友 不如是扔他的话来 正好可以试探一下他的身份和目的 麻烦是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人际关系上的麻烦吧 第二步 模糊话术 骗子神棍和林先生的通用技巧 就是说话一定要相对模糊 从而给自己和对方都留下余地 他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为了混淆视听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人已经都知道了 总之 先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白狼内部针对我的叛乱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却被外人知晓了 时间上来看 绝不可能是事后得知的 除非 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全局 我遭到了背叛 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家伙的错 魔警之软 具有引用心灵能力的魔物之软 因为他的出现 多年的同伴情义 便如此轻易地 被贪婪和利益取代 以至于不需动用组织的力量 去抹杀昔日同僚 真是可悲 哦 竟然这么狗血 也好 足够狗血 才方便剑缝插针 不对 对症下药啊 凡事都有两面 你虽遭遇叛 但这何尝不是一个 看清别人的机会 看来 他早就对此事一清二楚 没错 只要一个隐防他们 探了本性的诱因 和今日同样的戏码 仍会上演 只是理由不同 时间早晚罢了 你说的没错 但这次背叛 已经让我失去了很多 也受了很重的伤 现在才看清人心的仇恶 又有什么用 失去了很多还受了伤 原来如此 我怎么办 一定是被渣男欺骗了感情 受了情伤 这种时候 就需要我这种聊话高手 来开刀一下子了 当然有用啊 你现在知道了 什么是真面目 什么是假心肠 之后才不会对伤害你的人 有所怜悯 就算曾经是你所亲密的人 这就是他找上我的目的吗 是想借助我 对猎人组织 做什么图谋 行事风格 诡论而优雅 同是烟雾猎人 看来这位书店老板 很可能是一位高阶的黑巫师 行事风格 诡论而优雅 同是烟雾猎人 看来这位书店老板 很可能是一位高阶的黑巫师 第三步 给针对性的建议 既然他们不当人 那你也可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对付这种货色 没必要手感 在理解一切的时候 针对顾客的实际情况 提出合理的建议 让林老师的鸡汤 和市面上廉价的心灵鸡汤 拉开插角 从而留住常客 他是让我不做人 他意思 我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好像哪里不对 算了 差不多 是时候说正事了 也许会需要这本书 正好我正在看忏悔录 这种难懂的书 最适合这样迷茫的小姑娘 血雨兽 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书名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给我这本书 直面他吧 相信我 你会获得新生 第四步 决定性的结论 在客人宣泄过自己的情绪之后 对客人进行正向白引导 让客人拥有自信去行动 去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以上就是林老师的化疗小技巧 小朋友们 你们学废了吗 来 为全新的明天 干杯 感谢您的指导 我会遵宠您的教诲 卧槽那可是开水 你还真干了 我只是想让你暖暖胃而已啊 不过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事的样子 这就是传书中的骨骼精奇 天赋异禀 那么客人 请填写这张借书卡 继续之 我记得那个搞地下区 地下资源开发的 著名富豪 纪伯奴 她的独生女 好像就叫这个名字来着 这可是条大鱼啊 说不定能坑 不是 能赚到足够装修店面的钱 淡定 我要淡定 细水长流方微生才知道 借书期限是一个月 最多宽限七天 雨还很大 这把伞一起借给你 还书的时候 记得把鱼伞也带回来 感谢您的帮助 不知我能否可以了解一下您 我 我刚才的话应该没有无形撩妹才对 难不成她 不不 还是正经回答比较好 我叫林剑 只是一个普通 但乐意助人的书店老板而已 看来对方并没有透露真实身份的打算 但至少目前 他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 那么林剑先生 祝您一安 好的 路上小心 欢迎下次光临 又做了一件好事啊 果然日行一扇会让人身心愉悦啊 或许这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存在 让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收拾一下 准备迎接下一个客人吧 如果今天还有人来的话 刚才可怕的家伙 难道 意思是要我在期限前 解决掉背叛者吗 稍后再来跟他见面 感觉好强 手里的是 这人好可怕 每靠近一步 就让人惧怕一分 这人是他 不会吧 他不是已经 哦对了 这是上次在您这儿借的书 我就说你这样的老年人 不适合看这样的书 免得头昏脑涨你还不信 是啊 实际看了我才发现 这本书呀 实在是太过于深奥了 简直像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世界 从生到死 从诞生到消亡 以我浅薄的认知啊 有些难以想象 能够写出如此巨著的人 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呀 当然 那是一位逝去的巨人 巨人 难怪 果然没错 那个人是黑灵的污蔑人 弗兰克·瓦尔德 是毁灭级的黑巫师 根据真理会在1788年公布的规定 超凡者 被划分为四个等级 也叫做APDI分析法 异常级 恐慌级 毁灭级 神明级 黑灵的污蔑人 弗兰克·瓦尔德 毁灭级的黑巫师 最标志性的特征 便是他那脸上的面罩 还有那双半神人血统 造成的暗绿色蛇童 他曾与命一塔的 十位光辉大骑士之一交手 摧毁覆灭了近万公里的区域 拿下了毁灭级的称号 而诺金都城的上层区 总共也只有不到十位的 毁灭级的超凡者 而放眼整个阿兹尔 也不足百味 能与这种级别的超凡者 谈笑风声 看来这次 真是棒上了一个 了不起的大人物啊 看着这本仪式和民俗 感觉真是怀念 当年穿越之后 在制作名为诺金的城市生活 已经有三年了 宁老师 已经到闭馆时间了 您不走吗 我再看一会儿说 你们先走吧 我来关门就好 好的 那明天见 宁老师 我先走了 都这么晚了 林老师还不走啊 久等了 宁老师这个人 就是特别喜欢书 听说 他好像是有书籍收藏品 把自己的工资 全用来买书了 真的假的 太夸张了吧 终于走了 该开始了 我知道那个愿望 若要实现 无异于进化水域 但只要有一丝 能够实现的希望 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这样 仪式的现场 就准备完成了 接下来 请帮我拥有 全世界所有的书籍 果然失败了 就知道什么 都不会发生的嘛 什么付出代价 就能实现 任何愿望的魔法 这样 那个瞬间 我明白了一件事 只要推开门 我的梦想就能实现 代价就是 再也无法返回地球 就这 根本用不着犹豫 穿过那扇门 我便来到了 这座名为 诺金的城市 不知不觉 都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的生活 和以前 倒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按理来说 这种仪式 不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吗 既没有奇怪的系统 来给我派任务 也没有奇怪的人 找上门 天天这么流行 不是挺好吗 每天可以随机刷新的书架 看不完的书 偶尔给客人灌起鸡汤 人生导师的快乐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呀 很久没有接待过新客人了 看来我的话聊水平 还是没有退步 不错不错 想必那位大小姐 今天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的吧 老王啊 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如果需要我帮忙 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老王可是我这小店 为数不多的老顾客了 基本上已经快把来我这 当成习惯了 果然空巢老人 就是需要善意的关心和陪伴啊 据我的了解 老王有两个孩子 但都对得十分不好 爱人又离他而去 同时还因为他的外貌而畏惧他 因此他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简直是标准的空巢老人 真是怀念 两年前第一次和老王见面的时候 欢迎光连 我的商人只就告诉我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顾客 从服饰来看 他应该不缺金钱 还故意遮住面部气质 颇为孤高 一看就是精神生活匮乏的表现 十有八九是个研究学问的学者 看来有机会灌一波新的鸡汤了 细心经营一下的话 发展成熟客也不是不可能 你就是书店的主人吧 不知道你这里 可不可以回收旧书了 我手头有一些有年头的书籍 应该有一些收藏价值 好的 这属于本店的业务范畴 请您稍等片刻 只有红茶可以吗 首先用茶水来拉近距离 不必了 我这张老脸怪吓人的 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着眼于外貌 而无法直视他人的内心 是愚蠢之人的行为 不是吗 哦 有见点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先谢过你这杯红茶了 妈呀 这面具的品位 比起吓人不如说是古怪 看来是用面具 遮住了脸上的旧伤 算了 没必要细求客人 这方面的过去 从这位客人拿来的书籍来看 对于各种生辟语言有着很深的研究 是一个专入且造诣很高的语言学者 那么接下来就从这里下手 真是不错的茶水啊 谢谢招待 您满意就好 说起来您带来的这几本书 设计了一些很生辟 甚至濒临失传的语言研究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魔力 令人赞叹 怎么可能 他从那些手稿之中 竟感受到了魔力 经过我的驱魔术士处理过后 应该连毁灭其的超凡者 都无法感受到异常 再加上 我自进店以来各种从容的应对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能答应 虽然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 乙态的气息 但是这个家伙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能答应 虽然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 乙态的气息 但是这个家伙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在语言研究上 我确实是有一些心得 您在这方面也有研究吗 不介意的话 可否只叫一二 谈不上研究 不过确实在相关领域有所涉猎 我这里也有一些书籍 这种时候 提供一个崭新的方向 或许是个不错的思路 如果是您的话 我非常愿意推荐这本书 这可是号称恶魔之语的华夏最难懂的枫言之音 你不是语言学家吗 我就不信你连这个都看得懂 恶魔之语 这才是真正的恶魔 好哎 成了 不愧是我 这等真本 您是在哪里得到的 总不能实话实说吧 这里又不存在华夏 只能这么说了 它来自一个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 是流传于那片土地上的语言之一 只可惜我终究无法在他族那里 古老辉煌 失落文明 以及这怀念的语气 看来这位先生 过去与那个古老的文明颇有渊源 仅仅仅知灵骗爪便如此恐怖 这是何等深不可测的伟大文明 有趣 太有趣了 它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对了这位客人 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在下弗兰克王尔德 身份不值一帖 恕我冒昧 请问先生您的名讳 我叫林剑 只是一名普通的书店老板 说话不用这么客气了 老王 老王 好 我最近又遇到了一些研究上的瓶颈 多亏了您两年前 借给我的那本恶魔之语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但需要更多关于 类似语言文献的线索 这老王竟然真的一本正经的 把那本书叫做恶魔之语 还真是挺有一种学者式老幽默的 所以你这次想要借同类型的书 是的 那本书呀太过于艰深 而且似乎是属于一个整体语言的一部分 和文化习俗的关联那很深 我需要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样吗 让我看看 请稍等一下 林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无私而慷慨呀 两年前 我和约瑟夫那个混蛋大战了一场 结果输得无比 在我对前路最迷茫的时候 是他指引了我 能够随手拿出西式真本 还能在毁灭其的我面前 完全掩藏起来自身以太的波动 时隔两年 我终于从那本书残留下来的知识当中 找到了晋州的研究线索 死亡吧 这就是武师的力量 武师们操纵语言和字体的力量 白武师书写咒文 而黑武师念诵咒语 作为黑武师 当你有朝一日寻找到自己灵魂的生命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时 你就摸索到通往神明级的道路了 一切都要归功于 这位全知而博学的学者大人 这次 一定要好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让您久等了 虽然感觉有点冒昧 我意外觉得这本还蛮合适的 实不相瞒 其实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挺有自信的 这 难道是您写的 不才卓作 惭愧惭愧 太出乎意料了 莫非他想要创造信仰吗 信奉知识的真理会 信奉月亮的穹顶教会 信奉高强之物的瘟疫教会 这是我所知的教众庞大的三个主流信仰 然而 诗识教 从未听过的名字 而这股邪恶的气质 转邪者 绝非善良之辈 这就是您的研究领域吗 是关于仪式的 是啊 这是我的一部分研究课题 也是改变了我命运的 算啊 这种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 没有必要再拿出来说了 很久以前 改变命运 很久以前 改变命运 原来如此 是这么一回事啊 一个研究禁忌课题 却拥有强大力量的学者 注定会被主流排入 这就是林先生引试的原因吧 这书似乎是人工装定的 当时发生了一些意外 我并没有来得及将它公布 所以只保留了这么一本自己印刷的 唉 要是我当初没有穿越 凭着这第六本民俗相关的书籍 想必怎么着也得凭个副教授的职称吧 不过看老王你这么投缘 这本书就借给你好了 如此珍贵的固本 想必一定是您偶心力血之作 将如此重要的东西 交到我一个造老头子手里 这实在是令我有些惶恐不安呢 是打算把我当成他的实验用品吗 唉 老王真是厚道 明明之前那么感兴趣 得知是孤本之后 反倒不好意思借走了 这份顾虑就由我来为你打消吧 没有什么可不安的 老王 我相信您可以为这本书 增加更多的价值 只有被人看见 我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至于孤本 它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如今的我 已经拥有了一整片森林 我随时可以复制一本出来 脑海中的知识是无法被盗走的 被盗走的只有名利 而名利对我来说恰恰是最没用的 明白了吗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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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吧 这是我最后的鸡汤了 作为公传老人还是一名学者 一定是需要名利来弥补内心空虚的 但是这样的心态 对于老人来说是病态偏执的 对身体不好 因此需要给他提供契机去接近人群 重新感受到他人的关怀 怎么样 老王 明白我的苦心了吗 明白了 感谢指教 名利没用 这句话是在警告我 不要透露任何信息给别人吗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推荐给别人我也是很乐意的 明白 我一定尽力 看来这就是林先生需要我付出的代价了 希望我帮忙传播他的作品 既不能暴露书主人的身份 又要传播这本书的内容 看来只能是我先把内容研究透 然后口头转述了 必须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林先生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指导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您不会拒绝 这是石像鬼 并不是什么十分贵重的东西 比起您对我的帮助来说也不足万一 但请您务必收下我的感激之情 这个石像鬼 是我当年从老师那毕业时的作品 老师对他的评价很高 有着不俗的魔法抗性和坚固的皮肤 爪牙无比尖利 还能够自动识别杀意 战力方面 完全不逊于恐慌级的精英战士 老王真是太客气了 还说不贵重 做工如此精细 简直栩栩如生 不论价格 这份心意就足够珍贵了 感觉可以拿来驱邪避凶 石像鬼这东西的作用 就和石感当差不多吧 既然是老王的心意 那还是收下这个土豆盏吧 十分精美的艺术品 很合我的胃口 很期待下次你带来什么礼物 你喜欢就再好不过了 没错 不过是一个恐慌级的石像鬼罢了 林先生这种高位者 随便一本书的价值 就足以抵得上千万个石像鬼 哎 林先生果然还是如此仁慈 换个角度表达赞美 照顾了我的心态 那么我也该走了 下次我一定会准备让您满意的礼物 那一定是足以让神明集都重视的大礼 我会期待的 欢迎下次光连 难不成老王要再送我个石像鬼凑一公一母 真讲究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果然更容易有好运气 什么 是你 是你 那个把我传送到这个异世界的幕后黑手 时隔三年终于出现了 啊 那么 现在突然出现 是终于到了 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吗 直说吧 想要我做什么 毕竟这个未知的存在帮我实现了愿望 态度还十分温和 应该是属于当神一类的善神吧 要求的代价应该不会太离谱 已经做了 还苏醒 难道 是因为我刚才让老王向别人推荐我的书 所以你想要我做的事情 是让其他人推荐传播我写的书吗 如果这就是你需要我付出的代价 那完全没问题 我会尽力的 诶 可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什么秘密 这里是杰克 汇报 在诺金二十三号大街 发现黑林的无面人 王尔德的踪迹 疑似参与了猎人的内斗 另外 他在一家书店停留的足足一个小时左右 十分可疑 我怀疑这家书店 也许是黑乌师们的秘密据点 据点 你的情报很重要 我会整理好之后 汇报给约斯福老师的 你先回来 具体说明一下 明白 书呗 胆子不小 死亡吧 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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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胆敢窥视那位大人的局所 死不足惜 七市长 有异常情报汇报 唉 进来吧 克劳德 是魔境之卵的事情又出状况了吗 这系列 真是一群诺金的蛀虫 要不是他们 我现在应该在家里享受我悠闲的退休时光 我迟早要用他们母亲的墓碑练圈机 老师 注意形象 怕什么 你不是把门关上了吗 很抱歉老师 这一次是新的情况 新情况 那还真是新鲜 我倒想知道 什么新情况 比这群疯狗惹出来的麻烦更重要 师父则 跟踪监控猎人的探子 在二十三号大街被杀死 根据他的汇报 他死之前 发现了王尔德的行踪 你说的是毁灭级黑巫师 弗兰克 王尔德 没错 就是他 从两年前 白色丘陵之战消失了踪迹 就一直被我们挂名悬赏 没想到 他真的活下来了 这两年 就您一直赌信 他还活着 那当然 没人比我更了解这条 臭虫的习性 如今 终于从下水道里 钻出来了呀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玩灯下黑 一直藏在诺金 看来 他跟核桃一样萎缩的大脑 终于挤出点水分了 可 他在二十三号街做什么 因为探子疑似已经被王尔德杀害 我们所得知的情报很有限 目前我们只调查到 他进了一间 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书店 并且逗留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似乎是在买书或者借书 天方夜谭 一个依靠语言获得力量的黑巫师 会去买书 这家书店肯定有问题 查了背景没有 已经查了 是森树商会挂牌的书店 经营了三年 幸运度良好 没什么客人 唯一比较异常的是 书店主人似乎是外乡人 我们初步可以怀疑 可能是黑巫师的据点 但是不太确定 不确定什么 因为森树商会 是德鲁伊教师的资产 他们是自然和树林的信徒 不太可能与黑巫师为伍 如果我们能贸然前往 损害了森树商会的名誉 德鲁伊们 可能会向 秘义塔提出抗议 这一群致 素的麻烦精 格鲁伊又不吃素 你刚刚是不是在想什么 不怎么冒的事情 没有没有 我问你 我们其实的使命是什么 清 清除黑暗 维护和平 既然如此 我们就绝对不能像黑暗 以及黑暗后面的帮凶妥协 王德尔在这个书店 可是待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难道他在里边 就只是在聊天 看书 喝茶 骗鬼呢 一个穷凶极恶的黑巫师 在家普普通通的书店里面看书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我就要穿上这双金头的密银鞋子 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但是老师 催俗商会还在为我们情报科提供40%的经费 那领导 sabe 算了 我亲自去一趟二十三号大街 我倒要看看 这书店里到底有什么腰盒子 是 老师 明记嘛 就让我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的 该死 这幻觉又来了 见不见在这个时候 莫见汉德拉的诅咒 回来了吗 看来今天是去不了那个书店的 汉德拉之间 因为初代主人的疯狂和死亡 带有令人发疯的诡异诅咒 只有极为强大和正直的骑士 听见自己完美的精神和意志 才能够驾驭这诅咒 没想到 还没等到我找到合适的魔剑寄认者 这凡事已经来得如此之快 什么不败的盛言光辉大骑士 如今也不过是个帅老的残疾人罢了 真是令人惊讶 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看来我小看那位大小姐了 好歹也是能做到第二首领的人物 还真不是个花瓶 面对那一个 你的手下能做到哪一步 就让我好好确认一下吧 卡基 去死吧 怪物 情况如何 马克思 小姐 已经确认了 魔镜之卵就在赫里斯手上 赫里斯已经变成了 射头射尾的疯子 他将魔镜之卵夺走之后 就对猎人组织内部 展开了大屠杀 火人是他 小姐 现在我们的人实力恐怕不太够 赫里斯已经联合了第三首领卡基 这次的进攻只怕无疾而终 赫里斯实力强大 是白狼中最接近恐慌级的存在 而卡基 培养了组织中大部分的猎人 这两人连起手来 怕是对小姐早有欲谋 小姐之所以会遭遇那种背叛 都是因为那个混蛋 在背后算计小姐 凯依 谢谢 当时 如果不是你把死的衣服和我兑换 并且帮我拖出了大部分的追兵 我是绝不可能 凭自己从包围中逃走的 我现在能活下来 获得馈赠 并且重新站在你们面前 都是多亏你啊 小姐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不知道小姐经历了什么 这次回归之后 居然能压抑住 污秽之血的副作用 在高度硕化的状态下 还保持理智 简直超越了猎人的常识 那个穿梭时空 连杀敌人的身子 简直就仿佛 仿佛神明一样啊 虽然首领 不 赫里斯他们很强 但也不过是接近恐慌级而已啊 老大可是货真价实的恐慌级啊 只要一寿画 什么赫里斯 什么卡基 都只不过是首到擎来的剑下亡魂罢了 算了 身边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人的 有烙印在灵活上的忠传符文存在 至少可以相信这江湖的忠传 凯伊和马克思 可以抵御住魔镜之软的精神侵蚀 也是多亏了当初家里供养的白巫师 落下的这符文 我等身负污秽之血 猎杀凶暴的梦兽 早已做好觉悟 猎人 从没有回头的余地 明白了 小姐 千万要小心 走 进去吧 卡基 只有你一个人吗 赫里斯呢 不对劲 难道 真静 快 是 将会降临 该死 小姐 不如去找海伍德先生询问一下 作为家中供养的巫师 想必他不会拒绝提供帮助 不用了 凯伊 你和马克思继续搜查 是 小姐 水安 跟我走一趟 去 去哪里 二十三号大街 又是没有生意的一天哪 自从上次老王和那个纪大小姐过来之后 已经有三天没有半个人上门了 不过现在能有这样勉强温饱的生活 还是得感谢那个小黑妞 多亏了他当年愿意赞助我的书店 还给了我正规的营业资质和赞助证 希望我当初推荐的那本非暴力沟通 能给他一些帮助吧 这种天气应该也不会有顾客了 还是思考一下怎么安利自己写的书吧 像纪大小姐那样的意外情况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了 林先生 才念到这回头客车就来了 难不成这是书店生意终于要好转的照头 这位大小姐或许是能带来财运的锦礼体质 太值得好好培养了 这不是纪小姐吗 欢迎光临 没想到仅仅时隔三天就又见面了 我这落魄的书店 之前从没有客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回访 你可是头一个呢 看林先生对我很是失望 明明得到了那么强而有力的指导 本该将事情一口气全部解决 却还要中途来书店寻求帮助 我也许是这里的顾客当中 最没用的那个了吧 这是 无师使忆的石像鬼 明明没有半点以太波动 却还散发着强烈的威压 明明一直隐藏得像个普通人 这次却拿出这样的东西 难道是在安慰我 哪怕我的存在 如同寒头巴弱小无力 他还愿意一如既往的 用包容和鼓励的态度对待我吗 何等的心胸宽广 抱歉我让您失望了 老大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吗 书店还有一个普通人 志绪小姐这位是 这是我的属下 他是绝对忠诚的请您放心 可怜哟 这孩子被渣男豁豁出阴影了 介绍人都要带一个忠诚的标签 等等 如果他已经按我说的 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对那个渣男施以报复了 那么现在就不应该 这么没有自信才对啊 而且刚才他说什么来着 让您失望了 难道你失败了 果然 难道你失败了 果然 林老板他 已经全知道了 是的 我失败了 他逃走了 目前还不知去向 我已经派人去搜查了 但是没有任何线索 我和他的斗争 实际上只持续了两天 而我经过了您的指导之后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几乎是结结败退 昨天 经过长达五小时的残酷的坚守战 虽然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但我成功捣毁了他的大本营 不过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他应该早就知道 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早早地背弃了 自己的合作者逃跑了 现在看来 是我太轻敌了 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 本来就是一种不正常的预计 抱歉 林先生 是我一下子得意忘形了 原来如此 我已经完全理解了 您有什么看法吗 您说什么 黑冲的无面人王德尔 现在就在诺金城当中 这种局密的情报 您是怎么 你是在怀疑我提供的情报真实性吗 辛苦您了 这次的目标是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罢了 把巫师的忠诚烙印当作保险 却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容易化解 不过 他掌握的力量很有趣 他掌握的力量很有趣 也许你需要等 你需要等点规矩 哎呦 实在抱歉 让小姐久等了 我马上就过去 能够自由控制兽化的能力 如果能得到方法 那将是足以摧毁所有猎人组织的致命情报 得到了他 就连鹰沟里的老鼠 也能成为百兽之王 可别让我失望啊 大小姐 这大小姐 为什么会对一个普通人如此毕恭毕敬 仿佛在面对一个神明级的强者 拜托了 请指导我 你不必太过担忧 事情比你想象的更容易 你的敌人如今不是他 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畏惧的也只是恐惧本身 所以暂且等待吧 会有好消息传来 就这 大话 空话 模棱两个的话 都是骗子惯用的纪念 我可太熟悉这一套了 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抱歉 请稍等一下 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大概五分钟就好 完蛋 以为没客人来 茶水喝的稍微有点多 我说呀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老大 放肆 你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我带你来 是因为你掌握的情报 可能有用 并非是我吸引人或者器重你 你难道不知道有基本的礼貌 没有规矩 可他就是个骗子 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是 我是不懂 我是不懂规矩 但我懂这个 我太懂了 没有人比我更懂 他这种骗术虽然精湛 但我能找出起码是三个和他同等水平的人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您被他骗得团团转 我就不该带你来这儿 果然是比楼狭隘的人 眼睛里也只有比楼狭隘的东西 要不是你还有用 我现在就已经杀了你 冷静 这种涉事为深的小丫头是很好操控的 只要能把这份盲目的信任转移到我身上来 等他下来之后 我会证明给您看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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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手了 书店主人出手警告了 要是当时石像鬼攻击的是我 那我也就会这么悄无声息的死去 这就是真正的直面死亡的感觉吗 令人不寒而离 坚持 太恐怖了 恐怕 他早就看出瑞恩的不禁和怀疑 却不屑亲自动手 这才找借口上楼 让石像鬼出所 怎么办 要怎么挽回现在的局面 万一林先生认为这是我指使的 舍得林先生不快 别说寻求帮助了 甚至连我 怎么了 志旭小姐 你看上去脸色很差 别紧张 来到店里就放松心情吧 不用露出那么恐惧的表情 难道我还会一转头吃个人不成 十分抱歉 我的随从刚才有些失礼了 我就不该带他过来 请您相信 那不是我的意愿 哎 怎么好像更紧张了 我只是随口开了个玩笑而已 难不成他当真了 真以为我会吃人 这个大小姐真是太不安事事了 感觉别人随便说点什么他都会信 难怪会被渣男骗得那么惨 不如趁机再灌一波鸡汤吧 看得出大小姐对于上次的一波鸡汤已经产生了信赖 所以才会来这里寻求帮助 只要这一次再操作一下 那么这个顾客就晚了 抱歉 我这个人不太擅长开玩笑 言归正传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不用客气 太好了 看来林先生原谅我的过失了 今后 一定要更加谨慎才是 抱歉 劳您费心了 请您再为我推荐一本合适的书籍吧 我的意志 实在是太薄弱了 好的 既然如此 让我想想 怎么我就走了不到五分钟 这个大小姐就一副心灵上受到了什么打击的样子 是那个下属突然有急事走掉的缘故吗 说到那个下属 绝对忠诚之类的话 还是少说微妙 怎么可能 太可是 等等 林先生不会无故这么说的 难道是忠诚符文出了什么问题 白巫师通过符文书写的忠诚烙印 只有本人才能知道如何解除 假如瑞恩的烙印失效 也就代表着 海武的很有可能擅自将解除的符文 出卖给了别人 怎么会这样 那我该相信什么 你能依靠的 相信的 只有你自己 他人及地狱 任何手段 也不能让一颗人心 完完整整地暴露在你面前 所以当你如钢铁一般坚不可摧时 就没人可以打败你了 钢铁 多看看这本名著吧 无论你从中领悟到一点什么 都会有帮助的 趁热打铁 用书里的名句 给大小姐在鼓鼓尽吧 我记得原文是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陆路而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 生活庸俗而愧疚 你有着自己的使命 这是 一会儿没见了 水恩 海伍德的烙印 果然被解除了 我 到底 不愧是林先生 轻而易举的就改造了我的灵魂结构 还在我的体内 管输了庞大的一态 现在的我 终于有机会突破恐慌级了 这种被撑满 快要溢出来的满足感 还真不赖 能得到这种程度的馈赠 就算说林先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也不为过 想必林先生 是想要培养自己在恋人中的势力 并且逐渐改变恋人的阶段和生态 才会给予我如此丰厚的帮助吧 您的意思 我完全明白了 从今以后 我将绝对忠诚于您的意志 您的指示 我的身躯 我的一切 都将供您任意驱使 为您所用 怎么还没走 还莫名其妙地留逼险 这家伙 不会有什么织女的属性吧 被渣男抛弃之后 这么频繁地来我的书店 该不会是想 就是这里了 二十三号大街 那个可疑的书店 天知道为什么那个该死的老毒物 会来这样一个小书店 不过 既然有了那个老疯子的线索 就绝不能放过 这本充满了哲理的童话 真是本好书 讲述的故事和道理 温柔又可爱呢 今天的睡前故事就是它了 嗯 竟然又来客人了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看书借书或者买书都可以 如此一来 也不用浪费时间 先问那老蚯蚓的事情 年轻人一定一无所知 现在情况一目了然 唯一的异常 便是这个石像鬼 那个老死寡人 不可能做一些毫无意义的送礼之类的举动 一定有什么深意在里面 你就是这书店的主人 这位客人看起来不太好说话的样子 看来先用亲切一点的称呼 拉近一下距离为好 那就大爷吧 叫大爷走没错 大爷 大爷你个香蕉拔乐 要是换个愚蠢的小骑士来这么说话 我发誓一定会敲碎那家伙的空心脑壳 该死 要不是看在你小子是个普通人 等等 那个石像鬼是你的 是我的一个客人送给我的纪念品 以及这是非卖品 买你亲爱的老抱吧 我一个光辉大骑士 买一个邪恶黑巫师制作的石像鬼做什么 不给他当场砸了 算他做得即使 弗兰克王尔德 他就是这个客人吧 这大爷认识老王 看他这架势 莫非是和老王有仇 不对啊 那个老燕鼠 怎么会在暴露自己真名的情况下 还送给一个普通人这种等级的石像鬼 我本来推测这里是黑巫师们的据点 可这个年轻人只是个普通人 但是 假设他们把这当作是一种联系的地点 不对啊 以我连接多年看人的经验来看 这大爷虽然气势汹汹的 但应该不是个坏人 而且他进店后 虽然气场很强硬 但实际上没有破坏任何店里的物品 这么一看 反倒是个挺心细温柔的人 这种人 没有道理和老王那样一个 人畜无害的语言学者接仇吧 福尔摩斯说过 当排出所有的选项之后 剩下的答案无论多么离谱 都是真相 这样的话 只有一个答案了 大爷 您是王尔德先生的朋友吗 朋友 算是吧 我和那个老 老伙计 认识很多年了 彼此都是老熟人了 可以说 我们是真正的文景之教 心腹之教啊 不过 两年前 他和我有了点小矛盾 就不辞而别了 直到最近 才有了他的消息 要让我找到 那个老沙呆 那真是恨不得 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内脏都捏爆了 果然如此 没想到这两个老男人之间的感情 竟然有如此深厚 太感动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可以一眼就认出 这是王尔德先生的东西 这可真是让人羡慕的友情 想必王尔德先生知道了 一定会很感动的 如果他知道就好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 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过联系地址 如果能告知我的话 我会亲自登门去拜访他的 可惜我并不知道他的住址 而且王尔德先生 前几天他刚来接过书 应该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过来 等他来了 我会向他告知您的事情的 您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或者看看书 休息看书 我看上去那么不中用吗 面对超凡者 还能从容不迫地招待客人 有趣的男人 成为光辉大吉士之后 有多久没有人敢这么随意地和我说话了 算了 稍微放松一下也好 不要太小瞧老年人了 就站了一会儿能有多累 不过 你要是非要我坐一会儿喝点茶 也不是不行 至于看书 打可不必了 我不怎么喜欢看书 而且我也没有带钱 哎呀哎呀 有那味儿了 这一开口就知道 老傲娇了 在书店内看书不收费 不过只向我身后的借书去 书就不用了 我坐一会儿就走 该死 这头痛真是 越来越频繁了 嗯 深渊之子 嗯 深渊之子 我正好在阅读一本 十分放松精神的童话 非常暖心治愈 要试什么 我觉得睡前看上一看 很缓解压力 童话 又只有可笑的东西 年轻人 你也不年轻了 怎么会喜欢看这种书呢 哎 那真是太可惜了 这是我读过最棒的童话了 在诺金 可是唯一的孤本了 你刚刚说的是这本书 童话 你确定 当然 这是非常好看的一本童话故事书 是绝对的经典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谁家的睡前童话取名叫深渊之子啊 你这是梦境野兽的童话吗 还真是令人好奇 拿来 让我看看 你可不要误会了啊 我对这个什么鬼的童话故事 完全不感兴趣 只是为了满足你想推荐这本书的愿望罢了 果然鲁先生成不起我 外表越是凶悍的男人 内心越是温柔少女 来吧 倾倒在童话故事的魅力之下吧 什么 这熟悉的刺痛和眩晕感 是墨剑坎德拉 他在和什么共鸣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等等 这家伙 刚才一直说的睡前 不会指的是这个睡吧 大爷 大爷你没事吧 大爷 这咋回事啊 中风还是突发性脑衣险 总之先急救 然后交救护车 呼吸平稳 心跳有力 好像只是睡着了 这脉搏 比我这轻壮年还有劲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 健康得很 但怎么就突然绝过去了 总不该是和我的书有关系吧 没办法 毕竟人是在我这儿晕过去的 暂且先安置一下 等大爷醒过来 再问问情况吧 简直就是一头棕熊嘛 全身都是钢铁一样的肌肉 真是有够离谱的 真是 同为老年人 这大爷要是跟老王一样 干干瘦瘦的多好 现在这可咋整 要是有其他客人来帮忙就好了 问题是这鬼天气 应该也不会有人来了 况且也赶不及 算了 虽然很抱歉 但是做出这样的事情 并非我的意愿 希望你能原谅我吧 机械一只 这大爷居然和老王一样 是残疾人 这种密度的机械一只 应该不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 再加上这大爷惊人的体格强度 还有那种过人的气势 难道 他其实是一个退伍的高级军官 没错了 这大爷和我以前接触过的 退伍军官很像 都有一种天然的刚硬和政治 看他表现出来的凶悍和疲惫 想来是因为战后PTSD吧 而这失去的幼鼻 则是他在战场上的荣耀 这样的老人 一般是最为绝鉴和固执的 难怪那么傲娇 原来如此 我完全搞懂了 据我所知 机械一只关节的金属连接键 很容易因为潮湿 而发生细微的短路 想必大爷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昏迷的 如果一只意外漏电的话 对神经应该也有影响的吧 话说回来 现在这个场景 怎么突然觉得 我好像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一样 就像那种 在昏沉的雨夜之中 刚刚杀完人的雨夜屠夫一样 之后拖着尸体 在阴暗的店铺中 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隐瞒真相 不不不不 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这么想 就算是这个场景很让人误会 我临界这种纯粮的平凡市民 也绝对是深圳不怕影子斜的呀 看来这大爷还真挺喜欢这本书的呀 昏过去了都不放开 不愧是傲娇老男人 铁穴之人也会有童话般的美貌 安心地睡去吧 有人吗 什么吗 原来是猫啊 外面很危险的 注意安全 赶紧回家吧 变形术 几除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作为约瑟夫大骑士的头号粉丝 为了接近我的偶像 我努力进入了秘仪塔的情报课 自然 对于光辉大骑士约瑟夫 和黑巫师王尔德之间的事迹 我也是了解的一清二楚 出于对偶像的好奇以及担忧 我谨慎地跟随着约瑟夫大人 来到了这家书店 本来以为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哈 没有任何魔力反应 看起来只是一家普通的书店嘛 等下试试去找约瑟夫大人 要签名吧 好耶 啊 约瑟夫大人好慢啊 怎么还不出来啊 啊 发生了什么 刚刚还在谈笑风声的 约瑟夫大人突然倒下了 哪个年轻人是何方神圣 是用了什么邪恶的巫术吗 难道他想让不败的圣言 陷入永红的场面当中吗 不 他已经成功了 约瑟夫大人他 糟糕 被发现了 跑 快跑 离开这个书店 他不是我现在能对付得了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外面很危险的 注意安全啊 赶紧回家吧 这就是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的感觉吗 那个人本可以抓住我的 但是却刻意放过了我 是想让我回去报信的吧 别无选择了 现在只有我能把消息带回去 约瑟夫大人 等我 这是哪里啊 又是那该死的魔剑坎德拉的幻觉吗 嗯 等等 为什么这次的幻觉 完全不令我感到痛苦 这是 对了 这是那本所谓的童话故事中记载的文字 这是什么 蚊子 蚊子 全都跑到我的脑袋里了 住手 不要啊 要被承爆了 刚刚那是 魔剑坎德拉的情绪 他是在欣喜 这是 这是 哟 大爷你醒了 谢谢 没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有大爷了吧 我现在很好 前所未有的好 乖乖 这周深猛兽般的气势 说这位大爷不是退伍军人 估计都没人信 看来我的眼光越来越蠢了 不愧是我 相当靠谱 看大爷现在只驾驶这体格子 一拳下去 怕不是真能出人命 这要是老王那种 手无腹肌之力的身板挨上一拳 恐怕半个身子都能给打飞 幸好这俩人是好朋友 真是惭愧啊 我只是在这儿坐了坐 却受到了你这么大的帮助 不必客气 之前我也对王尔德先生说过类似的话 来这时刻 给予客人帮助自然是我分内的事情 原来如此 我似乎明白他的行事风格了 帮助客人理所应当的话 也就是说 这位书店主人的立场 是不管什么客人都会帮助的中立态度 只要能够进入这家书店 就是书店的顾客 也是他会帮助的对象 能够毫不动摇地贯彻这种 仅凭自己意愿的善良 这种做法 我只在一个群体中见过 精灵 这些古老的种族 长寿优雅 充满智慧 如果书店的主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么 一切就都变得合理了 唯有漫长的岁月 才能让他对善与恶 失去变息的意愿 转而开始追求新的乐趣 对待人的态度这般温和有礼 那必然是岁月积奠下来的从容优雅 至于开书店 那正是精灵尊重智慧的体现 现在的人类对于书籍 可没有太大的乐趣 并且在流传万年的传说中 坎德拉便是冤故精灵国度的王子 也就是后来的月之精灵王 以及大瘟疫的源头 第一个发疯者 他亲手用自己的剑杀死了自己 剑成为蝎子 钉死了他的灵魂 灵魂化作诅咒 令这把与王子同名的长剑化为疯狂的魔剑 此后每一个魔剑的持有者最终都会在发疯后死去 在今天之前 我一度觉得这一天也离我不远了 但是没想到这本书竟能够安抚摩剑坎德拉 那么能够拥有这样一本书的书店主人除了精灵以外还会是别的什么吗 而拥有这样一本书的精灵必然是从远古活到现在的老怪物 那他把魔力全部用来延寿 导致身上没有半点疑态波动 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很好 一切都解释通了 刚才你说过 这本书是唯一的孤本 而且你很喜欢看 那么还能够外界吗 这就已经爱不释手了 果然我教攻略之后是最好搞定的 当然 如果不能外界 我也不会向你推荐 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话聊时间 其实我从第一眼就觉得 这本书很适合你 很多像你一样的人都会很痛苦 因为内心的煎熬和后悔 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导致自我怀疑 最后被折磨逼疯 哎呀 上过战场的人 往往都会对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经历 而耿耿于怀 这种战场应激性创伤 往往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可以说很折磨人了 但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痛苦打败了他们 打败他们的 是他们懦弱的良善 良善 我曾见过两刃魔剑持有者 他们最后的悔恨 都是不甘心自己的实力不够 难道坚持良善 是错的吗 良善是一件好事 但关键词是 懦弱 因为他人过高的期待 出于自身的高尚品德和责任心 想要给别人更多的信心和帮助 所以让自己看起来无间不摧 但是实际上 这样的防御脆弱无比 这种良善可以拯救别人 但不能救赎自己 一旦心灵上崩溃 任何因素都有可能乘虚而入 有时候 也要把自己当作无所不能的英雄 作为一个普通人 适当地逃避 反而是一种勇气 也不至于压垮自己 一口定制鸡汤下去啊 不怕你不自我感动 原来如此 并不是因为魔剑的诅咒过于强大 而是过分追求完美的心 导致了误杀 该死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意识到 但 只是安抚他 能够长久吗 那自然是不能的 童话那么有用 还要心理医生干什么 当然不能了 但如果你愿意 可以把它交给我来解决 保证长期有效 这样一来 一个长期需要解决心理问题的客人 不就到手了吗 你 不 您说什么 难不成这位书店主人 愿意主动承担魔剑 坎德拉的疯狂诅咒 钱光辉大骑士约瑟夫 他确实是历代魔剑持有者中 最长寿的 但那是因为他在被魔剑污染之前 选择了自甘堕落吧 不败的圣言 哼 已经还挺唬人的 现在嘛 也许他想的是 趁魔剑不注意 自己先堕落 这样魔剑就不会污染他了 哈哈哈哈 现在想来 说不定我当时的放针自留 反倒是幸运 您确定吗 这样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 处理他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哎呀 真不愧是老王的朋友 这位大爷和老王一样 都是个厚道人 放心好了 当人生导师我可是专业的 这有什么麻烦的 你现在的状态 应该已经撑不住了吧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 就当作是礼物吧 一直以来 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如你一样的英雄们 也该休息一下了 也该休息一下了 这是何等的物资 何等高尚的品质 果然 我有长生中 才能追求这种 超越了常识的战 不了 休息什么的 等到世界和平了再说吧 这本书可以先借给我几天吗 几天后 我再来找你 完全没问题 登记一下基本信息就可以了 真的让这位退伍军人可能很痛苦啊 交一次押金 以后借书只需要写名字和日记就行了 如果不想再借了 押金一半退还 这还真的是在开书店呢 那么现在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坚守本心的正义了 王德尔活了下来 被书店主人帮助了 无所谓 因为他终究会被我亲手杀死 这才是我的责任 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殊死疯狂恐怖的祭祀仪式 却又诡异地兼容了不可名状的理性 何等光怪陆离的伟业 或许是时候了 漆黑的无命人 很快就要重现诺金了 你说什么 你是说老师在那家书店当中 仅仅是面对面站着 就被登场放倒了 这怎么可能 要急人手 去支援 不 该死 连老师都不行的话 现在绝不能轻举妄动 万一导致更大的损失 后果不堪设想 书店那边 派过去探查的人呢 现在什么情况 什么 老师出来了 可老德 是 老师 请问您入 不 请问有何吩咐 现在 马上把侦察人员撤出 二十三号打击 把这家书店列为 埃及区域 等级 绝密 埃及区域 等级绝密 埃及 A异常 P恐慌 D毁灭 埃及 埃及 埃及神明 这可是神迹啊 老师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说定的主人是 你身边还有别人 对吗 是 坏了 听这个语气 老师有点生气了 知道自己疏忽了 还不快闭嘴干活 想让我把你发配去北方高地种土豆吗 不想不想 我马上就传达命令 听起来 老师没什么大碍 还是老样子 虽然发起火来 干爆别人的脑壳的样子 很可怕 但是只要顺着他 来把事情做好了 他百分之百 就不会再有后续 以上 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总之 这是光辉大骑士 约斯福要求的建立的档案 想必长老席那边 能明白现状 明白了 这别会立刻批准建立新档案的 有劳了 老师 新的埃及空白档案 已经建立完毕 归档内容 需要您回来之后 亲自填充 看得不错 克劳德 刚才在你身边的是谁 记得用一下遗忘烙印 我们课的正常人员 叫做莫里森 格雷格 出生于巫师世家 在变形术上 非常有天赋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 他是您的粉丝 就是他干的 是的 老师 巫师世家可真有钱呢 你说是吧 克劳德 是的 老师 与其让他用这些钱 做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不如 就直接贡献给偶像好了 就以招手 见习骑士弟子的名义 把他调过来吧 就当禁止于观察接触的费用 想必 他也会很乐意的 哥 怎么会有这么恶劣 贪财 差劲的光辉大骑士啊 居然连一个小孩子的钱都要骗 好的 马上安排 正好连记忆消除都省了 书店主人疑似长生中 书中蕴含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这份绝密档案 应该能够警告那些看到他的人 远离那家书店了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嗯 谁说我死了 该死 我不是都把档案上传了吗 你眼球里的瞳孔难道是画上去的吗 担心 担心个屁 我要是死了 准时被你们给气死的 就这样 有什么幺蛾子 明天去找克劳得逞 很好 魔剑的情绪依然是安详和愉快的 看来 我的情绪变化和书的影响无关 这是好事 他无骨轮回的 这次又是那个每张鹅也的东西 这得给我加钱 还有应付而获的精神损失费 对了 梅丽莎 记得喝牛奶 真是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嗯 现在我已经是异常级战斗科和骑士组组长了 没必要时时刻刻这么提醒我吧 是吗 我亲爱的孩子 我让你喝牛奶并不是让你长高的 你都快嫁不出去了 可恶 那个脑子里面长满鸡肉的老骨头 嗯 书 嗯 真奇怪 这个鸡肉老头怎么会看书呢 我好像就没见过他看书 该死的 别来烦我了 那个书店主人随随便便就能让我毫无反抗之意地晕过去 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 我也给你开个绝密档案 蠢还不自知 不要试图作死 保持尊敬 否则 我可不会去救你们这些自找罪受的家伙 美丽莎 不 我 记得喝牛奶 这丫头 最近是不是到反抗期了 算了 只要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就好 那本书 到底是谁写的 里面的主角 难道就是精明王卡德拉 后来的魔剑卡德拉 为什么这些故事 如此精彩而真实 最关键的一张我还没看完呢 正好卡在了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点上 想看后续 笨蛋 笨蛋老爸 那个除了强和帅以外 也无事处的笨蛋 不过 没想到爸爸这种老顽固也会看这种书 看来书以前的成绩太熟了 刚刚灵星听到爸爸电话里面说的 这本书的来源 似乎是一个保密等级很高的书店 这有什么关系 书店吧 那些强大的老顽固 才不会待在书店这种地方呢 资料库之药 访问全线 一级 啊 果然没错 杨妈妈生前的账号是足够的 毕竟她是光辉大骑士之一嘛 感谢妈妈 等我看完这本小说 我会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骑士 不辜负妈妈您的期望 找到了 书店 友善 什么嘛 果然没什么厉害的 这样的话 我去看看也无所谓吧 会长大的吧 本次暴雨已经升级为红色预警 诺金下城区已经暂时关闭通道 目前下水道网络已经全部以最高下 这一次的暴雨可真是够直久的 都已经一周多了 还越下越猛 再这样下去啊 怕是要划船出门了 哇 这鬼天气 别说客人啊 正常生活都成问题 还好总算是收拾干净了 真是累人啊 这地板擦完简直光洁一新 不愧是我 早上起来才看到一楼整个被烟的惨状 差点以为自己要搬家了 还好书没事 也不知道那只小猫找到家没有 这么糟糕的天气 在外面游荡可太危险了 啊 我居然能亲眼见证约瑟夫大人的办公室 盖茨电视机 电视机本身没问题 线路也没有问题 那就只能是跳闸了 靠了 电闸在房子外边 这鬼天气 我才不想出门 等等 隔壁那家伙 说不定能帮个忙 反正那个家伙一向是个老好人 还蛮乐于助人的 我给了他这个帮忙的机会 回头他还得谢谢我成全他呢 我亲爱的邻居啊 请问你人在吗 在的 果然 是这样 我的电视机出了点问题 应该跳闸了 我现在有点事情走不开 你可以帮我看看吗 电闸就在我店铺后门那边 右边的墙上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看看 这个感觉 是小黑啊 好久不见了 找我有事吗 还是说来催我快点借书出去 外边 你是想说 你帮我 这小黑还挺多礼貌的 他上次说借书书可以为他带来好处 所以现在现身来帮个忙 表示感谢 这时候拒绝他的好意 好像会伤到他 人家毕竟是特意来帮忙的 那就交给你 多谢多谢 哎呀 好了 十分感谢 下回还找你帮忙呢 不客气 哎呀 有个人凭好的邻居真是方便 哎呀 好了 接着看电视咯 嗯 啊 啊 今天也是日行一扇的一天呢 要是隔壁老板能念念我的好 帮忙宣传一下生意 就再好不过了 嗯 这么灵啊 打扰了 林先生 这不是老王吗 怎么这次这么快就来了 说起来比起面具的品位 老王的衣品是真不错 这一次 我是来正式向您表达自己的感激的 上次你的礼物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次你要是想送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我可要好好犹豫一下才能收了 林先生又在安慰我了 区区十项鬼 根本不足以和我这次准备的礼物相提并论 然而林先生依旧表现得如此谦虚 照顾我的想法 哎 现在因为他的馈赠 我离突破真正的神明节 已经只差一步之遥 所以 只有这份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准备的礼物的价值 才能比得上我这两年来所受的恩惠 您不用犹豫 他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您不用犹豫 他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但对您来说也许有更大的作用 如果您不收下 我心里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什么的有些严重了 我只是做了一些举手之劳而已 说了这么久 都还不知道你到底准备了什么 先让我看看吧 这是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准备的礼物 希望您会喜欢 这是补梦网 没想到老王准备的礼物竟然会是这个 真是怀念啊 穿越过来的几年之前 我曾经参与了一次民俗文化的博览活动 在那里了解到了关于补梦网的一些资料 补梦网是印第安人的一种文化象征 印第安人相信夜晚的空气当中充满了梦幻 而只有补梦网能够将噩梦过滤 补获美梦 和那位印第安老人交流过后 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补梦网的传说 比如他们相信补梦网上的珠子 是在人熟睡时被获取的力量和智慧 可以加强人们与灵界的沟通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见到补梦网 您真是博文强识啊 补梦网作为稀有的施法道具 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他本身 而是网中的那个梦 从这个精细度和整体品质来看 这个补梦网明显是纯手工编制 而且最近因为外面的暴雨 我的睡眠状况确实不是很好 老王的这份祝福真是有心了呀 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老王谢谢你 这张网中捕获了一个无一伦比存在的美梦 也蕴含着恐怖的危险 没有神明级的精神力 就会被梦境瞬间念碎灵魂 不过对于林先生这样的高位存在来说 一定是难得的享受和愉悦 谢了 马克思 小心点 没想到他们当中居然会有法师 小姐 小心使魔 该死的 什么 怎么可能 居然真的有可控的售花 赫里斯那个混蛋居然没有告诉我们 不要慌 空庭之郎的血液 惧怕火焰 准备消失和流火 但是现在是下雨天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也不过恐慌急 管住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小姐 小心使魔 对于所有的猎人来说 这都是梦寐以求的力量 小姐 或许能给猎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是带来这一切的 那个帮助了小姐的人 二十三号截取的路口 又到底是谁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不要多想了 我们只需要跟随 然后分享荣耀 便是尽到本分了 你说的没错 走吧 战斗还要继续 严咒活化火焰 小姐 有万 有人在帮助他 我从不知道 诺金还有这样的人 控制兽化 连王尔德也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的事情 嗯 你见过王尔德了吗 秘密他的人告诉我们 他也曾在二十三号街出现 还没有 去见见他 毕竟他还是你的老师 或许 该死的 我竟然疏忽了 梦兽 空庭之狼 正是赫赫有名的时空穿梭者 不对 更重要的是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坐标 进行空间挑战 有万 山光树 嗯 用这么精炼的语言 释放如此强劲的法术 是手段相当高明的黑武士 不好 动作停滞了 可恶 钢铁一致 颜咒 扶朽 之 颜咒 扶朽 之 布里斯先生 您没事吧 看来 这为二十三号的注客 凭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强大 您是说 他能够进行时空转移的力量吗 不 我说的是 他能够用瑞恩的灵魂 接收他的情报 毫无征兆的 精确找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以及 消除你的精神系法术 我对这种力量更感兴趣 可惜我现在有更需要做的事情 你去看看吧 有爱 他比王尔德更加重要 你说 他会孵化出什么呢 猛兽 不 并不 是神 真正 真正的神 哎呀 最近这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 等鱼停了 再出去采购点生活用品吧 老王的手艺真是不错 就算不考虑他附加的祝福意义 这个捕蒙王本身 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了 之前的石像鬼也是 老王在这方面真的很有一套 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 也和他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吧 而且 希望真的有用吧 晚安 祝我自己好梦 雪 这是梦 这落雪如灰烬一般 却变不冰了 相反 还有少许温暖 也难怪 毕竟是梦了 看到什么都不做人 好美啊 现实中 绝不可能存在这种巨树的 遮天蔽日 球肝盘全 仿佛血脉缠绕在骨骼之上 真是无与伦比的绝境 这确实是一个仿佛童话般的美丽梦境 老王成不及我 素雅洁净 以及一只静人心脾的清香 无论从哪个角度 这朵话都真实的不能再真实 看来 这就是所谓的清明梦了 在这种情况下 做梦者可以在梦中 拥有清醒时候的思考和记忆能力 甚至能让自己的感受 和现实中别无二致 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是那个补梦王 有某种程度的心理暗示 再加上老王的言语诱导 最后造成了这个梦 这个解释很科学 合理又不是浪漫 真不愧是我 话说回来 既然是我的梦 那么就是能为所欲为了 还是算了 梦里也是有点底线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偏偏会梦见一个大美女 而且梦里的人物 往往不会这么清晰 而且完全陌生才对 算了 硬要说的话 这个从国人都喜爱的白发手性 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 说到底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 也就是说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就让我来看看 我的这位梦中人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吧 像是断臂的维纳斯一般 充满了神性的 不真实的美感 既然是在梦里 就暂且容许我 稍微放肆一下吧 这算是为美丽 折付献上的礼物吧 虽然花也是人家自己的花 这种有些语举 且暧昧的动作 还真是有点自禁 不过既然在梦中 稍微做作也没什么的吧 反正他也没醒 这 卧底乖乖 躺着的时候没发现 这位梦中人至少有两米高吧 不愧是梦里啊 什么都有可能 你是谁 居然被抢先提问了 有趣 梦中的人物 往往是人内心潜意识的体现 和潜意识对话 这可是很难得的体验 一个正在做梦的人 你在梦里 当然是在做梦的人 他竟然知道自己在梦里吗 还真是个能不断带给我惊喜的梦中人啊 一个潜意识的投影都这么神秘 真不愧是我的梦 至少这个回答是真的 那么轮到我的问题了 你是谁 不准说是做梦的人 话说是因为在梦境之中吗 感觉自己有点暴露无赖的本质了 白银 这是我的名字 只有名字 至少这个回答是真的 现在轮到我提问了 对吗 没想到 他竟然还会发动反击 不好 这笑容的杀伤力也太大了 我在这里很久很久 久到连我自己都忘了 时间是什么 明明这里很美 我却时常感觉它太安静 若死记忆般的永恒宁静 你能告诉我 这种感觉是为什么吗 话说这不就是寂寞吗 难不成在梦里也有业务可以扩展 这个梦未免太合我胃口了吧 在这种浪漫如童话般的英伟花山丘上 用精致的鸡汤 帮一位赏心悦目的优雅女士 走出困境 这简直是一项让人欲罢不能的日常放松爱好 不过要是谈正经话题的话 这身睡衣就显得有些草率了 要是换上平时的西服就好了 果然因为是清醒梦的缘故 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想象化为现实 是啊 既然在梦里也没必要那么拘谨了 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坐下来谈谈呢 这触感 冰凉又柔弱无骨 总之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这梦境之中吗 这里从没有人进来过 也没有人能够进来 进入到这里的 你还是第一个 看起来像是那种蜗具姑娘的设定啊 长久居住在一片美丽的花圃当中 一直是孤身一人 永恒的长眠就是她的生活 果然非常的童话 可惜啊 这终归不过是一场梦 就算了解了正结 也无法实际地帮助到她 让你产生这种感觉的 是孤独和寂寞 因为一直一个人不被理解 所以孤独 生活没有新鲜感 只剩下了思考 所以寂寞 想得越多就越痛苦 很多人都是如此 思想是痛苦的根源 而他们无法理解我 因为畏惧我 孤立我 因思想而孤独 原来他的人设里 还有哲学家这一条 这样的话 就从这里入手 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类一思考 神明就会发笑 这句话的原意姑且不论 不过我想 如果神明看到正在思考的人 是一位如此 卓而不群的美女的话 她所露出的笑容 也一定会是 十分温暖的会心一笑吧 有了这样的念头 或许思考就不再是痛苦了 而是与神明之间 小小的心照不宣 这样的话 不觉得很浪漫吗 这种想法 真像是个浪漫主义者 会说的话呢 属你所见 我从骨子里 就是个无药可救的 浪漫主义者 不过大概也正是如此 我才会在这里 与你交谈 我想我也许可以理解你 我知道 从你出现在 这个梦里开始 就代表你已经理解了我 和我处在一个水平 或许 你的思想占得更高 这就是哲学家夸人的方式吗 听着怪让人舒服的 那么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不 这是我最引切的希望 希望你能够答应 金 金叔 你可以 成为我的朋友吗 如我所料 面对这种 有自我封闭倾向的人 最好不要把主动权给对方 因为思维惯性 他肯定下意识地就拒绝了 要说的让他不好拒绝才好 朋友 是的 朋友 这里虽然美 但是面对一样的风景的话 迟早会厌倦的 你是过交个朋友吗 一起分享一些日常琐事 或许比起一个人会快乐很多 说到分享就想到安丽 说到安丽就想到推书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不顺势安丽两本书简直不是人 虽然不是在书店里 不过像之前那样 参考记忆还原出一本书 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这本书就当做是给朋友的见面礼了 很久没有人送给我礼物了 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聊天 我一无所有 但这里有这棵树和树上的果 这些花和花中的蜜 你愿意的话 可以取走其中一样 作为我的回礼 之前都没注意 原来这棵树是结枝金色果实的嘛 谢礼的话 这棵树对我来说貌似 不 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处 花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难得一次的经历 还是要一些稀奇的东西吧 这个果子可以直接吃吗 当然可以 不愧是梦里的构造 简直就像是画出来的一样精致 不知道味道如何呢 脆脆甜甜 连果核都没有 感觉和正常苹果区别不大 看来是参考了现实中的味道 怎样 还合口味吗 很甜 这一次 选择荷里斯 也许是一部错棋 但选择其他人 更是错得无可救药 更何况 残害同门 又背叛老实的我 可以选的路 本来就不多 属下建议 不知这个任务有何特殊之处啊 需要您这样的人物 就算带伤 也要亲自来负责 那个巨大小姐 钱不就诡异的变强了 甚至连我和赫里斯联手 都要陷入苦战 以及老王尔德 他过去受了足以致死的伤 就算侥幸没死 以他的高傲 也本应就此隐居 可近期却有了他再度现身的情报 而且他的实力 似乎比当年更为恐怖了 而这两个人都和这二十三号街道的书店主人有关系 就好像他们的命运在这里被改写了一样 情况就是这样 记住你的任务了吗 记住了 探查书店以及书店主人的情况 只需要对方的等级和样貌 以及书店的大致布局和位置 去吧 你会为我带来好消息的 那个黑林的无面人 变得更强之后 再度现身 恐怕连恐怖小说作者都不敢轻易采用这种夸张的设定 希望只是情报出错 二十三号大街 四百一十二号 书店 坐标地点就是这里了 奇怪 这里分明没有任何的一台波动 如果单单从感知上说 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书店罢了 是上京搞错的 总之先把二楼搜索一遍吧 只剩这里还没有看过了 这里是唯一有生命迹象的地方 而且这气息很普通 似乎不是朝凡者 结果白紧张一塌 没想到是个这么简单的任务 看来是由爱先生他们多虑了 本来嘛 一个破书店能有什么怪物不成 也许我这次就能顺手把这个店主给干掉 让我回去汇报 其实你们呢 担心的人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 已经被我顺手干掉了 想想他们听到这句话时表情一定很好 我应该 我应该清楚 一切会威胁到主的存在 主啊 您的奴仆在这里 会您效忠 半小时了 半小时了 以约翰的效率来说 这种没有战斗的任务 还真是耗时够久的 看起来 这家书店确实不简单 由于谨慎 没有亲自前去的选择 是对的 事情还不算太糟 要是发生了什么的话 以约翰的能力 从现场逃跑 还是没问题的 那家伙身上 流淌着一半的影台虫血脉 能够百分之二百的 发挥话影术 考虑到 已经打草惊蛇的可能性 等约翰回来之后 这个任务 就由我来亲自执行 嗯 明明已经熄灭了眼 在这下雨天的漆黑巷子里 为什么我还会有影子 该死了 严咒 强燃光束 现在的情况 对我非常不利 雨天让我的活系 法术威力 全部大幅削减 要尽快拉开距离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约翰会背叛 但是现在 他必死无疑 严咒 燃烧大地 变形术 神瘟术 背叛这件事情 我可比你熟练多了 以为我会没有防备吗 真是天真又愚蠢 结束了 什么 你不是约翰 你是谁 您的仆从 为您清守正爱 主 约翰那家伙 可不是什么教会的信徒 难道说 书殿主人 是书殿主人的警告 进了 怎么了 报告 尤艾先生他 死了 怎么回事 这里是现场的照片 和法术痕迹鉴定 是由赤教那些黑巫师 做出的现场还原报告 尤艾先生根据您的吩咐 派遣人员去二十三号街的书店探查 结果派去的人回来之后 突然背叛 将尤艾先生杀死了 这张照片 就是尤艾先生最后在地上奋力留下的遗言 就是说 约翰从书店回来后 就被某种不知名的东西 寄生后改造了思想 而且连那些黑巫师都没办法 分析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们后续准备怎么办 黑巫师们准备把收集物移交到赤教总部 让祷告者摩飞进行判断 他们建议我们放弃对书店的探查 先保证魔境之卵的孵化 那个始终没有露灭的赤教毁灭极吗 告诉他们 白狼会尽力配合 是 这是书店主人的警告吗 没想到手段会这么狠辣 眼下正是魔境之乱孵化的重要时期 的确不能节外生枝 就差一点了 不管那个初店的主人究竟是什么存在 我绝不允许有任何变数来干扰我的计划 早上了 哎呀 下次真该谢谢老王 这东西真的能带来美梦啊 跟希望像他说的那样 下一个夜晚来临之时 我们还能在梦中先会 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啊 什么情况啊 嘴里平白无故的多出了八颗牙齿啊 难不成是小黑搞的事情 说不定对他来说送牙齿是一种祝福 而且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四十指向可是 哎呀算了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日后有机会见到了再问问他吧 哎呀真期待啊 今天会来新客人吗 哎 奇怪啊 往常这个时候 隔壁应该都会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到最大 不报当日新闻的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了 难不成后来电闸又跳了 还是音像店老板突然生病了 请问 啊 请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今天没有听到你一直都在外放的陈间新闻 糟了 他果然发现了 电影里 暴露自己意识的不对的人 最后都死了 糟了 他果然发现了 电影里 暴露自己意识的不对的人 最后都死了 没事 点是什么 开 开 近日 城区某某路段发生了强体塔坊事故 造成现场一名成年男性死亡 蜜伊塔正在立案调查 竟然出现了事故 看来最近的天气的确是太糟了 或许是我多虑了 不过 柯林先生的语气好像在害怕什么 柯林先生 你确定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吗 要充分休息才能更好的生活啊 他这火 实在警告不要轻轻妄动 富三 就没有办法好好活着的意思吗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啊 果然 这个消息 还是不要发送的好 柯林先生 完蛋了 事与之子 反悔也来不及 求定教会的神父啊 拜托 救救我这个困难的羔羊吧 没关系 我没有问题 谢谢关琴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总觉得他还是在野蛮什么的样子 要不要买个慰问品去拜访一下 欢迎光临 还真的是一位新客人 而且还是一位看起来很有活力的小客人 这里 就是爸爸文件里 说的那个书店吗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嗯 这也太普通了 这家书店 真的是爱情吗 你就是这家书店的主人 是的 有什么需要和我说就可以了 不管是借书还是买书 或者单纯看书都可以 嗯 他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 爸爸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呀 搞什么了 害人家冒着雨 顶着被爸爸发现后臭骂的风险 结果到头来 只是一家不普通论的书店而已 一点都不好玩 哎 你刚刚说的 什么要求都可以吗 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 一些过分的要求当然是不行的 我要和你掰手腕 过分吗 啊 正常人会在借书买书 看书这三个选项里面 选出一个掰手腕吗 不 我人生导师的直觉告诉我 这其中必有技巧 鞋子上的泥水 在门口的积水处迪当干净了 从细微处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小姑娘的个人修养相当不错 披头浓密的红色头发保养得相当好 可以看出 她的家境也应当很优渥 而且刚刚她的神态有些失望 应该是专门冲着书店来的 而不是为了躲雨 怎么感觉越来越不明白了 这样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会突然跑进我店里来 要和我掰手腕 我这个书店应该没那么大的魅力 是新客人在为我宣传吗 最近的新客人都有谁啊 继续知约瑟夫 约瑟夫 这么说来 这少女的眉眼还是和约瑟夫很像啊 不会错的 这位少女绝对和约瑟夫有着直系的金属关系 这股让人莫名心虚的威亚 是怎么回事 这股让人莫名心虚的威亚 是怎么回事 怎 怎么了 掰手腕应该不过分吧 难道不行吗 哎呦 不好 盯着人看太长时间了 掰手腕当然可以 不过我有两个问题想先问一下 是 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是因为约瑟夫而来的对吗 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 看来是说中了 别那么看我 你们两个长得还是挺像的 谁和他 长得像了 好家伙 这一看就是一脉相承 老傲娇了 这种叛逆的态度 还有神经里面的嫌疾 应该是妇女关系没错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找我掰手腕 叶瑟夫说过 说过因为某件事 感到心里很难受 但是因为条件限制 又不能动手 就找个人掰手腕吧 为什么是掰手腕啊 因为约瑟夫说过 这样的游戏 对方拒绝了就会感到胆怯 就算拒绝了 也可以强行开始 如果他最后气得向我动手 那么我就有了 可以打他一顿的理由 约瑟夫 你平时就这么教孩子的 好吧 这思维方式倒是蛮军营的 果然不该期待一个 有着PTSD的退役军人 有什么育儿经验吧 好吧好吧 怎么比啊 三举两手 很公平吧 这么说来 这孩子应该是和约瑟夫 闹了矛盾 想找个出气筒发泄一下 而那个充当出气筒的 就是我 哈喜吧 撤回前眼 这一丫就是一熊孩子啊 这种熊孩子思想 必须纠正过来 对不起了约瑟夫 我不会对你的女儿手下留情的 这也是为了她好 感觉也就是个正常男性的力气 这家伙真是爱极吗 除了跟爸爸掰手腕 我还没怕过谁 万一把她的手给弄伤了怎么办 我还是稍微给这个普通人分分水吧 三 二 一 怎么可能 这怎么 可能 我居然会在掰手腕上 输给了一个普通男性程度力气的家伙 火大 什么忙 这家伙一脸 我掰手腕不是还挺厉害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我明明六岁的时候就能打十个了 喊在地上打的那种 为什么在恐慌急的现在反倒会输 这不科学 其实作为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有这样的力气已经很厉害了 我还是感觉很吃力的 你看最开始还是有僵持一下的对吧 是啊 打开僵持了像是把一颗硬糖不小心夜下喉咙那么长的时间 赢得这么轻松还来嘲讽 这个人真是太坏了 就算只是个见习起事 我已有自己的尊严 就这么输了 我不甘心 来 再掰一次 三举两兽 这一次我一定能赢 这孩子 不就是掰个手腕吗 怎么要跟吃了我一样 好 再掰一次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该说有起腹必有起女吗 不过看着这样柔弱的小女孩 拼命努力的样子 还真是有种虚张声势的反差萌呢 接受了 不至于不至于 好了 不过就是掰手腕而已 输赢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手上的是刀 你现在已经死了 价不是这么打的 欺负人 让这孩子长点记性也是好事 就这小体格还到处跟人掰手腕 照这样下去 这孩子说不定会变成什么学校大姐头一样的角色 算了 我就来做点好事 拯救一下熊孩子吧 谁让我这人好心呢 好了 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 你现在可以说说 来我的书店到底想做什么了 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 你现在可以说说 来我的书店到底想做什么了 借书 诶 早说嘛 借哪本啊 我爸爸借的那本 我偷偷看了一半 但是还没有看到结局 就差点被他发现了 所以想再借一本 看完那个故事的结局 早知道 一开始乖乖借书就好了 现在不知道书店主人 还会不会借给我 嗯 看他这个小心翼翼的态度 还挺怕他爸爸的 看来那本小王子 就是妇女之间矛盾的爆发点了 书我倒是有 不过书你为什么不试着 和约瑟夫沟通一下呢 他可是在看这种书啊 要是被发现了 我知道他在看 肯定会立刻大发雷停到 怎么可能会借给我 恼羞承诺啊 我倒觉得并不会 只要你表现出理解相信 他也一定会理解你的 他才没有理解过我 他每天都忙着他的那些工作 在家的话就开始唠叨我 每次想看我练习的成果 只只会凶巴巴的训斥 我做得还不够好 说自己以前怎么样 不管我多努力 都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认同 原来如此啊 看来还是那个根源问题 学习成绩不够好 既然如此的话 就先做到让他刮目相看怎么样 忙于工作的父亲 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 导致孩子成绩下降 无法妥善表达自己的退役军人 只能通过训斥鞭打孩子前进 在孩子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唉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个时候就要拿出这套书来对应 俗话说孩子调皮导弹总不好 多半是作业还不够多 来一套五三 准职各种不服 根据我的调查 这个世界的基础学科和地球差不多 尤其是数学这门 奥妙无穷的伟大学科 为了让这个熊孩子 有更丰富的课余生活 再来几本物理化学不过分吧 这是什么 我刚刚说过了吧 要让约瑟夫刮目相看啊 让约瑟夫刮目相看 怎么可能 我从小在战斗技巧上的练习 就没有停下来过 却从来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夸奖 只有不断的鞭策 不管我怎么努力 得到的成就就都是应该的 因为我是约瑟夫的孩子 众人对我天然给予了厚望 就连约瑟夫 也总是拿我和他以前比较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早就是恐慌级水平了 所以要达到他的期望 对我来说更 说到底 你父亲想要的 不过是让你成长而已 只要你还堂堂正正地 走在正道上 你父亲嘴上不说 心里也肯定是高兴的 约瑟夫的想法 我大概还是能猜得到的 看到你有进步 你只管提出什么要求 他顶着慢慢咧咧几句 这人对爸爸怎么这么了解啊 不过感觉他的话语 莫名得有说服力 所以这些书能帮我获得力量 得到爸爸的认可 对吗 如果真的能让爸爸认可的话 会是什么书呢 锻炼的技巧 还是以太的特殊掌握手法 不错 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这小姑娘觉悟很高嘛 想要力量吗 只要你有觉悟 能够忍耐住这份痛苦 这些书 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钥匙 不要怕 想要打开这扇门 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未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的你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解构 重组 直至呢 合一的真理所在之处 我 是死了一次吗 不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是 组成我灵魂的物质 被其他的起源代替了 不会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就是知道它是什么 万物 万物 万里的基石 这正是一把 可以打开所有门的万能钥匙 在骑士这个概念内 我可以直接汲取 所需要的 关于骑士的能力 不存在平坚 也不存在尚爱 这 这简直是 神才能做到的伟业 这就是埃及 神明级的含义吗 我并没有奢求 如此离谱的愿望 然而它 却轻易超出了 常识的限制 甚至制造出 一个全新的火 太可怕了 这个人 简直是魔鬼 这个似乎被自己 起了心理阴影一样的反应 懂了 原来弱点学科是数学 好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 我还是能帮忙辅导一下的 你还好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如果有问题 我可以帮助您解答一下 看起来 你似乎并不能好好理解这本书 它一定在想一些恶魔般的事情 好可怕 这个人所说的帮助 一定会完全无视我的主观意愿 同时 还会给予我巨大的解力认知的痛苦 对它来说 我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我会被 还能成什么样了 做完了这套五三成绩 还是提不上来的话 那就再加一套黄钢吧 干脆用试卷把这孩子今后的生活作息表新满算了 这样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 又解决了家庭矛盾 不愧是我 好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鼓励一下他吧 毕竟熊孩子也是渴望被夸奖的 怎么了 还是觉得太可怕承受不住 我想要这些书吗 但是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值得有更好的未来 为什么呢 这些书 就好像在为某个存在传播伟利一般 而书店的主人 则是那个领导者 传播者 只要努力 你绝对能够拥有这份力量 去改变现在的一切 包括让你的父亲感到骄傲 善儿 对于我来说 似乎并没有选择其他选项的可能性 只能接受了 不 我并没有胆怯 十分感谢你的宽容和指导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之前的五里 十分抱歉 我有 变化这么大 看来五三果然是熊孩子的克星 没关系 这样的心态十分不错 保持谦逊和好奇 知识的大门将永远为一敞开 成为会顾一百元者 说起来 我不是来寄书的吗 为什么 突然变成买书 算了 现在必须快点回家 快点回去 然后 就可以 就可以 马上讯息了 对了 我为了逃脱那个黑巫师的法术 强行发动了二次的时工签约 现在看来 好歹是保住了命 不知道凯一和马克斯他们怎么样了 以及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不要动 你的伤势很严重 你是 精灵 为什么精灵会出现在诺金 还偏偏在这个局势混乱的时候 是你救了我吗 是啊 我刚来诺金不久 没想到这里乙太波动这么剧烈 我们精灵对乙太非常敏感 待在这里简直是种折磨 然而更加始料未及的 在我出门买菜回来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突然传送过来 满身血腥味浑倒在地上的不明美女 看起来像是被人追杀至此的样子 你当时距离这间屋子不到十米 如果放人不管的话 很快就会被追踪你的人发现吧 所以 你就这么把我带回来了 是啊 他们一旦靠近这里 就有可能顺势发现我 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还是避免更好 放心吧 精灵虽然不是天生的猎手 但隐藏踪迹之类的事情 我还是很擅长的 不用感谢我 总之 你救了我的命是事实 这个恩情 我一定会还的 说起来 昏迷了多久 从我见到你 大概有五个小时左右 根据当时 你身边的血迹新鲜程度判断 你船送过来到现在 应该不超过六个小时 辉煌的国度 在砍在拉王封殿之后 彻底覆灭 变成了一片焦土废墟 一部分精灵 与女巫娃普几思 在那漆黑无光的夜晚 签订了契约 得到了新的庇佑者 后来精灵 若要寻求女巫的帮助 便会在五月的第一天的夜晚 奔赴娃普几思之夜 因此精灵 以及其他得到女巫庇佑的灵性生物 还有女巫本身 都被称为 傅约人 而冤伟家族 据说早已没落 已经几百年没有现实 你这次来 是为了寻找你们 曾经定下约定的女巫吗 是的 她是四位原初女巫之一 是最远古的谜团 无人得以窥见她的真实面目 传说 她沉睡在一个霜雪 和雾松覆盖的梦境 那个世界 只有白色的鸢尾花 和古龙诗海所画的参天大树 其名为 白银 竟然是 白银 那个在超凡者之中 无人不知的初始女巫 本以为这只是神话 没想到初始女巫的信仰和庇护 是真实存在的 真理会的以太网络监测 已经做到了痊愈覆盖 根本不可能存在足够容纳 原初女巫的梦境 哎呀 我也不知道 贤者大人就是这么预言的 伟大的掌控双雪的白银女时 将会在诺金这座钢铁的城市 降下梦境 眷顾被群星眷顾之人 你知道的 这些预言石总是模模糊糊糊 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确实 所以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诺金这种渔轮混杂的地方 对于精灵来说 可并不安全 而且你应该能感受到才对 这里现在的异常情况 你是说这场大雨 没关系的哦 我对恶劣环境的忍受度可是很高的 完全没问题 不 并不是 魔镜之软 有诱惑人心灵的强大魔力 甚至可以制造一个强大的梦兽 所以在事发之前的保密是必须的 否则事态 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总之 这几天最好不要出门 现在的情况 非常危险 是是是 明明你看上去 比我情况危险多了 为什么反而是你来劝我 是是是 明明你看上去 比我情况危险多了 为什么反而是你来劝我 因为 我是猎人 您是深渊而化作深渊 在每个篝火燃起的夜晚 徘徊于生死之间 为善良的人猎杀野兽 令他们能够安然入眠 是我的责任 猎人的力量 从来不是为了自身的强大 你让我看见 你的那些仙辈们 这正是猎人存在的意义 从远古至如今 这个亲眼所见一般的语气 难道 糟了 我的汤 是我的错觉吗 来尝尝吧 病人专供的新鲜美味羊肉汤哦 好喝 这样最好不过 但实不相瞒 我现在的情况确实非常危险 可能没有办法为你提供太多帮助 不过 等你停下来 你可以去二十三号大街的书店 寻我那里的主人 他一定能跟你想要的答案 林先生 他是谁 他是我发誓效忠之人 是将福音传播给世间的伟人 虽然我至今无法亏欠他的全貌 但他的全知 堪比神明 听上去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 我为了更好地融入人类生活 最近刚刚研究过 真理会的超凡者名单 貌似并没有类似的存在 但 既然在诺金城内 应该被真理会记录才对啊 我明白你的疑惑 我只是在阐述我眼中的事实 林先生 是一位真正的赢者 是他在黑暗中 给了我方向的指引 和力量的支撑 我才能战胜那些敌人 这如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将福音传播给世间的伟人 而且 看来你有着坚定的信仰 如同我们信仰着白衣女士 并且千万年来 从未放弃重新缔造 华浦祭祀之夜的约定 他给了我现在的一切 你的身体 不可思议 昏迷的时候还是随时死去 都不奇怪的严重伤势 但现在不过醒来十几分钟而已 却连一点伤都省不下 而且还能明显感受到 闪至雪中爆发的生命力 我有些相信了 你所说的这个书店主人林先生 似乎真的非常了不起 当然了不起 他是我见过最仁慈 最善良的高位者 这刚慨的礼物 仅仅是他随手赠送而已 好吧 等雨停了 我一定会去拜访你所说的那位书店主人 希望他可以解答我的疑问 你应该还需要休息几天 回复一下疲劳 这期间就先住在我这里吧 你的衣服也需要换一下了 浴室里已经放好了热水 洗个澡好好放松放松吧 多谢你的体贴 这几天就打扰了 塔瑞斯小姐 你会在林先生那里 得到最满意的答复 这几天 得想办法通知我的属下们过来接营 但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来了解情况和局势 总之 先感谢塔瑞斯小姐的好意 尽快恢复战斗力吧 好舒服 塔瑞斯小姐她 是一位温柔的精灵啊 除了原初的四位女巫 没有谁可以被称作全职 这个世界 从来不去有能力的骗子 但如果能力太差 那就不要怪满怀期待 却落空的客人动手了 好了 储余垃圾也得处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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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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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